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暑假快到了 很多同学准备在暑期努力刷成绩 为了提高几分的成绩拼尽全力 却不曾想 美国大学的录取方针正在悄悄转变 除了成绩以外 美国顶级名校在录取时 似乎总有一些不成文 但是隐约又存在的录取口味 有的名校是分控 有的名校并不在意 有的名校对个性怪僻青睐有加 那么各个学校到底偏好什么气质的学生呢 今天的讲座就由Enlighting的创始人 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为您带来美国名校录取偏好的解析和答疑 欢迎Ben老师 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是十分了解Enlighting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 天赋 价值 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来自全美各州超过百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湾区 三藩市 半岛 Sacramento 南加等 同时我们也服务外州的学生 包括芝加哥 Arizona 西雅图 Pennsylvania Texas 还有东海岸的地区 我们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Inlitee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大家如果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 谢谢艾莉的介绍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今天我们的讲座 今天讲座的话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讲一下家长比较困惑的 Holistic Review 就是整体评估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因为今年录取结果 很多家长感觉很诧异 实际上如果您身边有从事这个行业 很久的那种独立顾问 或者您了解升学机构 家里边有过老大已经做过这个过程的话 这个今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唯一的变化可能UC稍微大一些 但是也是意料之中 然后第二点我们会讲一下 不同级别 这里边级别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就是在讲录取率的高低和教育资源 稀缺性上所谓的名校 他们在录取上一些偏好 因为过去我们的家长群里边 很多家长问过我这问题 说能不能讲一讲 不同大学一些不同偏好 因为好像某些学校喜欢招男生女生 有些学校喜欢招那种少数族业 第一代大学生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 希望大家能有可收获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把大学分成三个大类 然后针对他们的录取平衡 我给大家做一个剖析 特别是马上进入11 12年级的家长和学生 我觉得这个讲座对你们帮助可能比较大 让你们能够有目标的筛选一些学校 有之间做一些规划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家长比较关心的 就是如何申请和规划 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录取率 然后我们下面今天开始 第一部分Holistic Review 我想问一下家长 家长可以打一下1 如果您不知道 这个您是不是第一次听说 麻烦您可以在chat里边打一下 是否您第一次听过这个词 如果是的话请打1 好的 谢谢家长的反规 和我预期的差不多 因为我们讲过的话会有一半左右是老的听众 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Holistic Review呢 是美国现在所有几乎所有的大学啊 除了个别那种州立系统 他们采用的一种录取招生的模式 简单来讲就是整体评估 如果您是对国内教育比较熟悉的 因为个别家长可能是国内的听众啊 国内大学现在开始流行这个 就是模仿美国的Holistic Review 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实际上 所有的这个呃大学 不管是高考还是美国的Holistic Review 还有英国和澳洲 加拿大这些国家不同的评估体系 它是一定有呃 有它的这个优点和缺点的 那我们今天分析一下 那针对这些缺点 因为大家不是从事高等教育的 那我们想要就是了解这些缺点背后啊 有什么我们需要考量的点 第一个它的优点是什么 以人为本 大家很多人呃 牺牲了国内优异的生活 安逸的生活 或者是通过自己努力来美国 各种方式吧 不管是技术移民 还是投资移民 还是亲属移民 来美国大家首先看着的 几乎都是教育 因为医疗来讲的话 美国并不是最发达的 而教育这块呢 很多家长都会讲是素质教育 全是教育 美国为什么叫Holistic Review 他考虑的方方面面 已经涵盖了 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 所有经历的一些挫折呀 成长环境 足以多样性 特长全部都包括 就你做的任何一项事 他都符合大学评估的标准 只要你花了时间 即使打游戏 有些孩子他打游戏 在里边都是社区管理员 我们去年有孩子 进了UC的一个CS项目 虽然不是抛名靠前了 就是大学真的是所有都看 他随着时代的进步 来增加他考量的这个因素 所以以人为本呢 和素质教育是一个概念 就是Holistic Review 整体评估 给了所有人一个 更加全面共识的机会 而不是只看分数 当然了有人就说 那高考是不是很好 高考就一套考试 实际上不对的 如果您是在北京 海淀区 中关村那个附属 然后你能将来去北京实验 那个叫西城的北京实验 顶级的高中 你的老师 都是清美毕业的 非常厉害的老师 他们可能参与当年的 这个高考 阅诀或出题 他们教授的孩子 高考通过率很多 而且北京这个地方 还有上海 他的985入序率很高 那说回到美国 如果只按高考的话 按ICT来的话 那剩下的都是亚裔 或者是非常有钱的 或者找代考的 所以不公平 因为有些人是没有 这个条件去学习 他需要工作 所以我个人觉得Holistic Review 有非常善良的一点 值得肯定 而且有一点 因为Holistic Review 里边很大一块 是讲社会公义 社会公义就是 有些高中会要求 一定要做一定小时的义工 100个小时几乎是底线 很多家长说 我们已经做了义工 后来我们就告诉家长说 我说你这多少多少小时 他说学校规定 我们都做了 学校规定呢 义工数量呢 就跟你高中毕业 是一个标准 非常的低 就这是一个底线 大家想一想 有几个华人家长 是来跟我们联系说 我孩子毕毕了业 学校补课 我到现在没有见过 就是有中间第四 十二年级 最后拿了offer 放飞自己 然后呢 各种拿地的我见过 但是不毕业太难了 就像美国大学一样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美国大学不毕业 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 特别是好大学 MIT这种学校的毕业率 在98%到99% 然后差点大学呢 如果你是亚裔 大概率也不会不毕业 我想当年 我们学校的那个专业 专业科二年纽就可以毕业 什么概念 平均C 所以说 义工这个事儿 家长千万不要误读了 我觉得Holistic rule 最大的一个对社会公益 就是他把义工和社会公益 做成了大学申请的一个要求 这导致了很多家长和孩子 过去可能没有公益的这种投入 因为大学申请 这个政策导向性 带着孩子去做公益 当然99%真的有些家长会坚持下来 不光为了申请 会体现到互帮互助 这种社会关系的优化 大家想想美国是个小政府 通过大量的高中生和家长 参与的义工 给美国政府减少了多少 额外的这种人员的投入 所以大家还好想 他所有的高等教育的设计 这个体积一定是造福社会 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认可 不像国内 国内的高等教育 那就是高考 那我如果今天 我帮我的同学补课了 我花点时间给你 那我的分就可能比你第一分 或者我比我的 上面那个学生第一分 那国内有句著名的 那个口号 是来自恒水中学的 就是提高一分 干就要千人 国内那种环境就是这样的 就是赢者通吃 一将忠诚忘谷哭嘛 所以美国不是 美国要合作 要协作 他看你方方面面 所以美国这点 我觉得非常认可 那一会儿来讲的问题 然后他的问题在哪呢 主观一段 2019年 那个著名的 这个案子好莱坞的明星啊 中国的这个做疫苗的富豪啊 还有一个在南美洲的 好像一个一个 华裔富豪 花了很多钱 把孩子给通过PS呀 通过SAT成绩造假呀 通过一些各种各样的手段 把他送到大学 正是打中了 美国holistic review的这个点 就是 我有面试对吧 我有文书对吧 我有SAT对不对 我还可以申请 我是ADHD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 大概在两三年前 是纽约的Time 这个是比较大的媒体了 任何都比较高 他里边提到 在康州 康杰蒂格州 很多那个 有钱的白人家庭 他的那个ADHD的 确诊率特别高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因为非常好拿 你找一个psychiatry 你找一个心理医生 他就给你开发 他认为你孩子是ADHD 你就可以单独申请一个 proctor 去就上次那个 造假案例里边提的一样 你单独找个人 来给你监考 而那个人 我强烈见家长去Netflix 去看那个纪录片 就是讲college scandal 那个人呢 他一次考试监考的证 5000到1万美元 那个叫singer那个人给他 为什么呢 这个大哥是个哈佛毕业生 他是个genius 他是个天才 他不知道答案 他就在监考过程中 给那孩子现做题 他直接你想考多分 给你做多分 就是这才有专业的枪手 就是他能够进入到分数 这个人被逮入了 对吧 然后其中这里边访谈 这个人当然是没有出境了 问到另外一个 他说 任何一个人做考试规划 才能达到这个点 所以这样要看他 咱顺着向往回走 美国这个Holist 最大的毛病 他提供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一会给大家看看 总共有22个变量和不变量 这些都会影响你的录取结果 所以这个点呢 非常的重要 我希望大家今天 哪些点是可以提升自己 哪些点你是要认命的 和他没有关系 特别是咱们家也没有关系的 所以Holistic Review 背后是很多黑暗肮脏的东西 对吧 你举个例子 Harvard Law Suite 出来了一个公式 就是他有个Z-List 就是大概每年有几十个人 他是那种权贵 是政要 还有大的donor 捐款的人 他们有个特殊的渠道 叫Z-List 还有运动员渠道 这里边很多很多的毛病 所以说 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系统 背后是很多主 为什么 因为有人参与 高考从这个侧面 他相对公平 为什么 高考的那个 机密程度属于绝密 运输高考的路径 包括如果一旦发现 提泄漏 他一定会全国换卷 所以 因为这是一个公平 这是全社会 对关注的一个点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那个 大学陆续宠闻一出 会那么大的影响力 主流媒体 美国的这个 司法部都会介入 为什么呢 在内卷的社会上 不管中国 美国 这个财务差别再加大 所有人 焦虑的是子女教育 因为子女教育 代表的是未来 这个家庭的未来走向 父母再有钱 他也希望 他也不能照顾孩子一辈子 按照统计学来讲 父母会比孩子 走得早一步 对不对 所以家长一定会考虑 我走 我要不在的时候 孩子能够怎么样的生活 钱是不可以传承的 只有一种东西传承 就是教育 你给孩子一个教育机会 让他有这种自食其力的能力 这是我相信 在做所有家长的一个想法 所以不管在哪个国家 教育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但是美国呢 他也在艰难走得钢丝 这几年你能看到 一些学校的话 他在职位上 有非常明显的偏好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们没有反对抗这个大的趋势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了解现在的形式 在选校 在做规划的时候 能有针对性的 根据自己能够 做的一些点 做一些调整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短视频 每次老天我讲 没什么意思 给大家看点 来自内部的消息 教育官内部 给大家看 首席轮廓轮廓 轮廓轮廓 是你 ready for this 6.4 GPA 和4 scale 会儿 会儿给他 给他给他 全都是5 without AP courses 但我们能够 带他们的 全都 有1,000 选择 来到被 heard by the whole committee 的 process of making those decisions 是 agonizing I'm questioning the edge here however in all her excellence how many would like to admit okay she goes wait list we're fully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process is I don't want to say flawed but is making minute distinctions among extraordinarily talented kids there are times honestly where I'm not sure why I put my hand up or failed to put my hand up I'm kind of going with my gut here the night before her AP chemistry exam she learned her father had an affair with a 23 year old prostitutes how many would like to admit how many would like to admit I am cognizant of some lives being changed literally on the other hand yeah I do feel badly the months of February and March are simply no fun 好 大家 刚才看 这个视频 就是美国 排名 曾经第一 啊 现在常年 稳居第二 的 Amherst College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文理学院 在东北部 这个我只是给大家 看的原因 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讲一些 录取点的时候 很多家长 他第一次接触 这个 第一次接触 我们 他会质疑 我们的这个权威性 就是我们凭什么 我们又不是招生官 那我给大家看一看 招生官 他们放出来 他们的工作的状态 实际上非常简单 他们在评估 他们刚才提了一下 他们大概会 能够那些材料 拿到桌上 讨论大概有1000份 1000份就是说 他们觉得有戏 会在里边再筛选一下 谁在候补呀 谁录取呀 谁给拒掉 这个学校呢 大概本科有1600多个人 他每一届 大概录取700多个人 为什么700多呢 因为这个学校的 EUlt Rate比较低 就是他发100个offer 大概有5、6、10个人 还会去 所以说他会录的名字多一些 然后最终去的 大概就5、6、10个人 100个offer 然后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学校给大家看 你想想比例 每年他大概录 6、700个人 每一届 然后呢 他大概会有1000个人 进这个最后final 之前的话 会有两个的mission reader 就是两个人会读 给打个分 就是有的直接就给秒据了 那成绩太差 或者是 就是老师推幻信里边 写的这个人 学习太多 道德有问题 就是很明显 他里边提了很多点 最后的时候 大家可能有注意 就是他提了 如果这个人 他经历非常的悲惨 他家庭负担很重 他的成绩相对还不错的话 他们会优先考虑 大家想象一下 在同一个赛道上 他们都跑向哈佛的道路上 有的人呢 坐着父母 给着保时捷 有的人骑着车 有的人背着父母 对吧 或者背着兄弟姐妹 完全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 大学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 还有一个点 我要提一下 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个新界政府的交替的时候 做了一些调整 在上一届政府大选之前 有一个事 大家可能有注意 耶鲁呢 被司法部给告了 说他们在招生中有歧视 耶鲁大选 之前哈佛的话 是实际上民间组织告的 司法部没有介入调查 但是 在 这届政府上任之后呢 过了大概几个月吧 也就是前几个月的事 然后司法部取消了 撞了这个suit 就不再告耶鲁了 就这个事很有意思 大家不讨论政治立场 但是大家要关注政治风向 就是对大学里边 对亚裔的态度 因为亚裔现在在 顶级大学里边的人数 远远超过 他在美国所代表的 这个人数 当然这不make sense 因为学习和族语不要分 因为这不是一个 这不是共产主义吗 但是呢 大家要关注这个政治风向 多看新闻 多看credible的媒体 一个原则 您带孩子看的东西呢 一定是花了钱的 效果才好 一般自媒体上的东西呢 要酌情考虑 要cross-referencing 因为我发现这两年 花钱的一般读的 就是那个data 各方都不错 我们进行第二项啊 就是美国大学的录取 偏好分析啊 我们今天的正题啊 如果是通过微信文章来的家长 您会看到这个表 这个表呢 是在每个大学 它的官网里边 都会有叫common data set 这个呢 是现在很多家长都知道的 每个大学每年 会公布一下 他们录取出考虑的点 这个大学 大家猜猜是哪一个 他把所有的fact 都叫consider 他不说非常重要 还是重要 这个就是美国大学里边 凡尔赛的鼻祖 这个就是哈佛大学 他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对他来说 都是考虑的 我也不告诉哪个重点 因为哈佛大学 你不管从录取率来讲 还是从他在华人 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来讲 不管他这么多年排第二 doesn't matter 他永远是 绝大多数人心中的第一 这就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事 然后第二 我们看一个务实点了吧 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这个大学呢 有些家长叫中腾 大家会讲大腾啊 中腾小腾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叫法啊 我我我暂且这么叫的 大家熟悉度高一点 呃 B級法院大学 是我认为在腾校里边 最务实的一个大学 因为他的 他所谓的务实呢 在就业方面 呃 比较的呃 比较的就是偏就业吧 呃 他是美国最早有商学院的 那个沃顿商学院 就是美国第一所商学院 然后他的本科阶段 有有商科 有工程 有护理 他自己也有医学院 就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以就业为导向的 长江腾大学 而像哈佛呀 彭尼斯顿 他是没有商科的 本科是没有商科的 就从这点来讲的话 呃 那个B級法院大学 非常务实的一个学校 大家看看 他的数据就比较呃 中肯啊 他把什么放在最重要呢 成绩 你看第一个点 左上左上角 就是你在学的课的强度怎么样 你们学校师5个AP 你拿了几节 和你同期申请的10个人里边 有几个人是拿了5节AP 有几个人拿了10节AP 这个是要比较的 所以学校的Navians data 我们的呃 我们的升学顾问 都是会评估的 我们升学顾问不但了解 大学的数据 学生的特点 亚裔足以的特点 还要了解 本地学校每年录取的数据 来做一个参考 来最终决定 你还在申请什么大学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你不能只看学校的数据 太大 大学的数据非常大 没有参考性 学校的数据太局部 因为只给标画 和GPA 不给那个AA的 但是呢 这两个如果一对比 再加上我们顾问 对这个学生课外活动 含将上的评估 就会比较好的定位 这个学校 所以这是个点 然后大家看一下底下 character的personal quality 他下面这么多 非学术类的trade 他为什么只选这个 因为这个是文术 宾大非常看重文术 这个你就可以这么来推断 快红他也看 但快红的大家记得 一定看你的achievement 就是看你能达到什么高度 对这种级别的学校 要看你最突出的活动 能有多牛 是学校级别的牛 还是区域的 还是county的 还是state 还是national 甚至international 大家想一想 不管任何一个方面 的天赋 你打到国际级的话 都很难 国家级也很难 但是你想想 全世界这么多不同的分裂 演讲和辩论 我刚知道 以前两三年前 我刚接触了一些这方面 有talent的学生的时候 我以为很大的奖 后来发现 他这个全国比赛 有很多不同的分裂 很多主题 所以他的冠军很多 就冠军也不见得值钱 全国性的 但是呢 我说的不值钱 是相对这种顶级的大学 所以具体的获奖和成绩 要因人而异 然后呢 这是咱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看一下 大学录据偏要分析 我这个排序呢 是大概我心目中 根据我的经验 比较重要 到一般重要的 这里边的黑的颜色 代表的是 几乎的是绝对定量 黄色呢 是既可以是定量 也可以是变量 因为第一页 我给大家看一下定量 就是这些事 我们改变不了 第一个legacy 再多加上 如果您是藤校 或者私立大学的 公立除外 公立legacy 几乎没有用啊 如果您的本科 是在这些私立大学读的 您的孩子会加分不少 加分不少 如果您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在这些学校读的 也会加分不少 去年我们 前年我们一个学生 进了Williams College 他的妹妹今年就脆录 直接录到Williams College 有很大关系 他的profile很强小公司 但是没有他哥哥 那么费的学校了 然后这个legacy 是最重要的 根据一个调研呢 这个调研是 普林森当年 大家做了一个调查 legacy 对这个申请人的加分 应该是 ICP100到150分的一个加分 前提就是说 当然了 这个问题要再讨论 可以更深入 因为你作为亚裔 你是自动减50分的ICP 1600的满分 然后呢 你如果是非洲裔的 美国申请人 你会加200多分 两三百分 白人大概会加50的100 他有这么数据 这个数据虽然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一个非常大的数据量 采集量 现在依然有这个趋势 而且这种分化的加剧 然后呢 运动员 运动员非常明显 运动员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 不会建议某些孩子申请ED 因为ED是校友legacy 和运动员申请的渠道 这个很多家长 可能不熟这个事 如果校友自女 他们会被鼓励申请ED 因为ED的话 他们弱一点可以加班混进去 这是一个特殊渠道啊 所以说老大家说 ED啊 我们就搞这个ED 你要确定你的profile 确实够突出 ED里边把校友 把运动员一去 没多少人了 然后剩下的都非常强 你觉得你在里边能突出呢 你还不如RD 所以因人而异啊 这边我们没法具体 因为每个孩子profile 我们要评估 我们没法 只是告诉大家 ED的话一定要慎重 不要从数据上看 因为那边声源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 Race Ethnicity 这俩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 不一样 Race呢 种族是你生下来 与生俱来的 你的肤色就决定你的特征 Ethnicity不是 你可以Clean 女国立党 我三岁移民美国 四岁移民美国 但是我骨子里 我就认为我是美国人 我不认为我是Chinese 那就是我的Ethnicity 这你管不了我 这个就很有意思 美国自己就到这个程度了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因为我多年生的时候 他老师就老问这东西 我说我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我才知道美国那么特殊 然后呢 第一代大学生 这个加分特别多 因为美国大学 现在非常注重 把第一代大学生 低收入群体 他们认为他需要帮助 因为美国的社会认为 社会稳定的基石 建立于大家相对平等 这是美国的一个教学理念 你可以叫做左派 当然他教学理念是这样的 所以美国 如果你是第一代大学生 你孩子申请的 录取概率会高很多 相对同族裔的来讲 然后Nationality 国际学生 很多大学非常喜欢国际学生 比如说UFUC 比如说一年大州立 这些学校 非常喜欢国际学生 因为那些地方呢 所在地理位置比较弱 然后呢 外州的学生一般不会去那 学费用那么贵 对吧 又是功利的教育 但是国际学生 喜欢他们的排名 所以这些学校呢 往往会比较偏向于国际学生 而且我们的经验来讲 别说远的了 在今年 我们录取结果里边 我们的香港的学生 我们日本的学生 大陆的学生 录取UC的话 比本地的容易不要太多 容易非常多 举个例子 我们有个香港的女学生 虽然是美国籍 但她没有在美国带过 上国学 一直在香港读书 学校一般 成绩一般 就非常平的一个孩子 但是录到UC Device UC 就这个成绩在 在湾区的话 UC Santa Cruz都录不上 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呢 她是日本籍的 当时我就给她个 List 比较aggressive 她3.3 3.4的GPA 录到了 罗车斯特大学的计算机 CS转移 这个不用想啊 国安区的家长 我联想都不要想 因为日本籍的话 比中国籍的国籍学生 更占便宜 因为她稀缺 日本籍的话非常稀缺 其实她妈妈是中国人了 但是呢 她日本籍占这个便宜 当然这孩子是有特点的 她的活动非常的特别 她会用电脑程序编曲 她编曲很有意思 非常nerly 但是非常有趣 英语非常一般 但是今年巧了 ACD不考 完美的避过了 她最大的一个雷 如果她考错误的话 八九十十十都考不上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在机遇面前 有的人是危机 一个人是机会的 然后religious affiliation 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 除了你像个别的圣母大学呀 像pepperdine 还有个别的那种宗教 氛围比较重大学 会在乎 其他的一般不在乎 他一般是这样 他选学校的时候呢 他会在乎 你是哪个宗教的 affiliation 你举个例子啊 魔门教在美国 是比较大的一个宗教 但是他很多正宗的宗教 不认为他是正宗的基督教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魔门教毕业的学校 那有些学校可能 在录取的时候 就会谨慎一些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我们接触过一个学生 就有罗里斯的concern 我们当时研究半天 觉得应该是宗教这块 有原因 基督教没事 你像Santa Clara 我们集体参观的时候呢 圣克拉大学 位于圣河西机场附近 那个非常漂亮的学校 他们呢 实际上我们在整个 沟通的过程 和他们学校沟通的过程 发现啊 他们尽量淡化 学校的那个 他们是个JS University 他们非常淡化 自己的宗教关联度 就他们和你 讨论的时候 和你讲的时候 尽量不提 他们的校长 就是一个牧师嘛 对吧 所以你要从这个 学校的这个 目前的区域来看 他对宗教的判断是否大 所以很多亚裔的 可能有宗教新闻 有的没有 有的话基本上是新教那一派 所以这个家长 要参考一下 你不能就是 像我们当年 十几年前 圣经大学一样 不知道某一大学就赶 谁那大学发现 天主教或者是 历史黑人大学 美国有些大学是 尽量找黑人的大学 学校的那个 非议的比例非常高 因为它叫Historic Black University 我曾经看过一个 网上一个笑话 把学生送出去 送到这个学校 所以就比较坑了 你肯定文化不废腿了 他们说的那种理语 包括他们喜欢文化 你可能不答案 所以很有意思 然后呢 Gender 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 影响很小了 你像MIT 他男女比例 实际上一半一半 但是呢 家伙会说 申请MIT的女生 本来就少 所以说还是占赔 但是你想想 学理工的女的 本来就少 就是挺难啊 对吧 所以就是怎么讲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性能的因素不是很大 除非呢 你是要申请什么 佐治亚理工这种 理工力非常强的学校 那你女孩身的话 好像是有点优势 然后呢 这三个点 底下的三个点呢 接下来会重复 他是属于磨占两可 天赋和这个特长 这两个东西的话 你很难界定 需要花时间培养 这个因人而异啊 因为短时间培养出来 不容易 有些孩子更多的是 他在做这个事 家长不知道 你举个例子 有家长 我们在沟通 很有意思 他的孩子没什么特长 但喜欢做生意 我就有点讲 举个例子 家长就说 就是导个鞋啊 卖个衣服 我一听 我说这可以啊 我说为什么不让他做 他太耽误时间 我说没事 他既然喜欢 你们什么资源没有给 就是他自发做的一个东西 那他就喜欢 或者有兴趣 因为这种东西呢 是最原生态的 也最能铁铁孩子创造力 没有人会在一个 喜欢但不擅长领域 坚持很久 但一个孩子一直在做 我沟通过一些孩子 在导卖衣服这块上是专家 他们对品牌啊 对这品牌溢价啊 对怎么去用手机APP 或者一些程序啊 去抢一些非常 超流的衣服和鞋啊 非常有研究 这些就是上海 也能学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天赋和特长力发掘 后期发掘 前期靠这个猜测 看孩子了 然后高中呢 有的家长会换高中 这个我们接触过 申请私利啊 早期的时候啊 然后底线一个呢 是wage 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学校坊 他说的很清楚 我们学校现在就差一个 外俄民州了 外俄民州 那个黄石那个公园 那个州 他说有的话我们就全了 我们想就搞笑 你们学校搞什么这个东西 但是他就有人在爱好 人觉得新鲜 人觉得我们招动 一个人里边就缺个黄石了 我们就组成美国地图了 这就叫geographic location的preference 有一个大学 他真的喜欢某些地方的人 他觉得他觉得不一样 这边带的气息不一样 我们不能总是加州啊 总是东海 这个他真考量 这是招生欢亲自跟我们说的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变量 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个 就是那个12个变量因素 刚才那个定量是10个 这里边有重复 大概有四五个 三四个重复 然后呢呃GPA ACTCT 这些大家都知道 这个呢 你的年级呃越早 你的变化可能性越大 因为一张白纸吧 然后呢 再往下这一溜 推荐信 推荐信也是花时间去那个发酵的 因为你和老师的关系 虽然是有一年的缘分 但你不可能临时抱负草 如果你准备不充分 你没有给老师提供足够的素材 上课缺乏互动 特别是网课 没有太多的问题和私人的交流的话 那推荐信一般写不好 这也是阻碍亚裔申请顶级学校的一个主要因素 就是推荐信 哈佛那个lawsuit 反方哈佛用的主要的证据 来证明他们没有提示亚裔 就是用的推荐信 整体的亚裔的分都比较低 高中啊 这是高中老师给的推荐信 不管是concert任何老师 所以家长要看一下这个点 然后leal interest 这个呢很有意思 虽然我们疫情不能仿效 但是我们认为啊 virtually 你在网上看看也是对的 因为有的时候会有student tour 他们跟人讲 你一定要去问 最好是去学校看 在开学期间去感受一下 有熟人的话 去做一两天的tour 那个是最好的 其次呢 你要沟通一下之前的校友 然后你要做大量的调研 按照标准的话 一个大学 一个大学的research的时间 应该在十个小时左右 当然这个是几天几年做的 你不能临时报佛教 时间比较赶 你想我们做这行这么久 有些大学 因为他每年都会变化 专业调整啊 领导力的这个 领导班子的转化 对这个学校理念的影响 这些都会shap一个大学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建议家长就是说 在仿校的时候 一定要做足功课 这块非常重要 因为这块真的是一些 在差之毫厘的地方的时候 你退了一把 你那个IC写的不错 写的比较针对性 因为毕竟你申请十几个大学吧 然后呢大学也知道 你们在拿它当备胎 他只有在那学校 你对他是否真的感兴趣上 他能理解 你是否真的想来 这个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虽然没有GPA和那个ICT重要 但是也非常重要 然后application type 刚才我们提了一点 你是早生呢 还是ED呢 还是说那个rolling 还是rd啊 这些都是策略 还是ED2啊 这个就是很复杂啊 然后面试 呃这边其实我想提的一点啊 其实对本科来讲 面试的话 差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但是一定要充分准备 呃我们这边有专门 负责面试老师老师 他不是顾问 他专门就是当一个孩子面试 因为我们在过去面试中 发现他的反馈不错 学生都喜欢 我们就逐渐培养他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边 因为我们觉得面试这块 还是需要一个不了解他的人 不了解这个学生 因为顾问太了解这个学生了 问的时候太假 那么找一个完全独立的第三方 他也不是顾问 但能非常懂得面试流程 他就问这个孩子 呃 对于好多学校面试会有加分 但是大部分加分不是特别大 除非你特别突出 但是啊 这边提醒一下个别 讲座里边参加的啊 就是比较年轻的家长啊 孩子可能身美高 面试非常重要 就是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你成绩差不多的啊 不能太差 你的面试可以决定你流还是去 因为我在几年前 刚从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带我家长去 呃 好几个学校面试 非常非常重要 美高这边特别注意啊 然后没准 哎 很像家长会走这个漏洞说 我打个偏专业不就行了吗 对吧 这个专业你看 伯克利的理工比较强 我打一个文学 我打一个Asian Studies Chinese都可以啊 这个双视剑 为什么飙红 这个呢 最近这两年我们来看啊 过去如果这孩子 非常优秀 他的活动可能偏生物 偏化学 他就神奇传奇 也没事 他不拒你 他即使不录你 才不会拒你 最近两年 特别是今年不可能了 直接拒掉 充分说明了两个点 一个点呢 申请人的整体素质再提高 他没必要选一个成绩好 但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的 不成熟的孩子 他有足够多的申请人可以选 第二个 大学越来越看成匹配度 如果你跟孩子高中 做了这么多活动 说了学了这么多AP课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专业倾向 你还在打这个时间差 那只能证明 要不是你不了解自己 要不然你就在偷鸡取巧 他一定会秒据 我们这两年例子特别明显 很多好的孩子 U.C.S.L.C.路道 就一看 如果他打对专业 一定是Burkey 当然不是我们的学生 就是我们建议的那些学生 我们自己的学生的话 还是比较准的 因为顾问的话 这么多年的training 不可能犯这种地级失误 然后呢 Financial aid 这个呢很关键 很多学生非常在乎钱 你如果要钱 他会单独审核你 单独审核你 我也举个例子 今年我们有一个情况 有个小孩 他身那个私立路得不错 就家长呢 因为经济条件 老公这边收入的话 有个非常大的调整 说让我帮我写个信 给学生沟通一下 看能不能要点Findancial aid 我大概杨阳萨塔 写了很多 写了很多 也是我们 就是真的是在气球啊 给家长点钱啊 学生回复的话 非常的病 就那个那个私立啊 非常一整颜色说 你在申请的时候说了 你不需要Findancial aid 我们当时是把你 当这拨人考虑的 就直接这么一句话 对过去了 他就暗示你是不诚信 就算你诚信的话 我们不管 我们录你是因为你不要钱 这是来自一个 前35的私立 需要的招生办的回复啊 因为我帮大家写的有件 我见到回复了 所以就是家长就要知道啊 在疫情下面 饿的饿死 这个撑的撑死 好大学爆火 差大学呢 没有钱倒闭 我们之前写的文章 一两千的这个月浏览量 咱们要去的女校 Mills College倒闭 现在就把学生给送走 对吧 毕业完拉倒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疫情的话改变了整个 这个高级教育的格局嘛 Coursera 疫情期间上市了吧 Zoom疫情期间股价 挣了好多倍吧 Zoom不就是我们贡献的吗 对吧 我们每年花在Zoom上几千刀 对吧 就是所以说 家长一定要注意啊 反战收益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如果你有那个钱 或者是你钱不多 但是你在乎这个学友的 机会对孩子将来长远的影响 你就不要选financial aid 你可以甚至可以贷款 因为孩子四年的利息 是不算利息 你可以让孩子办公办读 我觉得不是坏事 不要惧怕贷款 如果这个投资汇报率足够高 足够长期可以带这个钱 但如果你说我真没这个钱 我孩子多 我工作一般 我不是从事高科技 我就是普通的工作 我觉得那你就要生那些 给你钱的学生 也可以 这个因而异 financial aid非常关键 家长一定要注意 不能既想好路 又想拿钱 这个不可能的 然后gift talent 刚才提过了 high school location 这个呢 有些家长真操作过 我们过去曾经有个学生呢 爸妈的工作是在湾区 工程师 然后因为工作原因呢 也可能是闲这边 我不知道具体个人原因了 他最后是 当时我们在加州签的他 他后来搬到科巴多州了 然后这孩子呢 非常就在那非常突出 他就成为了白宫 每年会在每个州选一到两个 优秀高中生 去白宫会见总统 这孩子就是选上去的 他的家庭会被淹没的 他的科巴多都非常的 土出非常优秀 同样努力 在那百倍回报率 但这个呢 我不建议家长 因为有家长 你别听着有小搬家 哇 那个科巴多 环境又好 用的滑雪 还防甲地 我觉得 这个还是要慎重 这种家庭决定 不要盲目 因为你的孩子去那 他万一失去了 那个斗争的热情了 他万一他需要 一个那种刺激的环境 需要那种 好的学习愤 对不对 所以因而异 所以为什么标黄了 这个我们不敢给那种 果断的建议 我们是希望家长 能够给家庭的情况 我们来自己沟通 然后 经营大学的代表 这里给大家一个误区啊 我想了半天 就是你怎么叫 经营大学 对吧 你对于我当年来说 我觉得 我能进那个皇上大学 我已经是经营了 我父母都觉得 这是个奇迹啊 因为他们听这个名字 都觉得好吓人 但是呢 对于一些家长来说 他觉得不是哈耶普 我还是有可惜了 所以这个定义呢 我们选了一些 亚裔最喜欢的 也是美国公众最认可的 这几座学校 这个照片非常的齐全啊 基本上还该做了 Away Plus 腾校的八所 加上什么芝加哥大学啊 杜克啊 约翰霍布金斯啊 西北这一堆 非常精英的学校 这些学校有共同特点 录取率基低 然后呢 公立咱们也选了几个啊 你看 UCLA UC Berkeley 还有弗吉尼亚大学 那个是属于那个区域 最好的公立 这几个学校 南加大呀 纽约大学 大家不要看排名 这些学校的 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的录取率基低 录取率基低 分数极高 然后我要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事 大家看看 我们微信文章里边 有个有个照片 哈佛大学过去十年 他的录取人数越来越少 从2200人到1900多人 这个幅度其实不大 但是能看到 他的人在减少 为什么 从侧面验证了 哈佛大学的Yelrate在上升 Yelrate就是他 发100个offer 哈佛大学是最高党 大概有78或80人 会去 最终会参加 大学招商办就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我发的offer 有人来 他不希望浪费 所以当 如果你们在读的 各位 你们要申请一个 比较奇葩的学校 特别的学校 当你们发现 你们学校过去几年 没有人录 或者是都给拒了 我劝你慎重 因为他会看 或者是录了都不来 这个是非常 这大学 每个大学都有过去 多少年 他的高中数据啊 所以我觉得家长 要注意这个点 然后呢 你看他的录取率 从7%降到3% 大学啊 之所以名牌大学 为什么哈佛 大家对那么 那么笃信啊 我觉得 这个和 这个和人的心理学 有很大关系 可能很多家长看过这本书 叫乌合之众嘛 这个乌合之众这本书呢 是个社会心理学的书 但他的理论呢 实际上就是基于 法国大革命 讲的人的这种从众 也提了就是和当下的这个 你觉得文革呀 和能纳粹那个时候都一样 就大家忽然非常狂热 一个社会运动的形成 非常残暴啊 这个过程 我觉得 人 人基因里边是对权威 有种笃信的 大家非常遵征权威 就那种 哈佛教授 他说的好像就治理名言 就都这样 伊朗·马斯克说的话 大家都信 这是人 我觉得这是人这种生物 我们的这个算 我们身体里边这个算法 基因里边算法是有bug的 就是这个bug 你举个例子 我过去很多年是 Costco的忠实粉丝 我从 一零年认识了Costco之后 我就狂买 我什么都在Costco买 我现在想想啊 我浪费了很多东西啊 因为你会买很多浪费 但是 直到 第八第九年的时候 我才发现 一个东西 它比外面都贵 它甚至比Safe都贵 Costco老说嘛 他给你洗脑 他的品牌就是 我们不赚钱 我们只是会员费赚钱 实际上是一种洗脑 他让你形成一种思维惯性 就像哈佛一样 你来吧 来你就成了世界经营 你就成领袖了 实际上没有一个大学 是 咱保证啊 哈佛斯坦福 没有一大学有协议 哎 你交那么多学费 我保你工作 他连工作都不保 更很望将来成不成 nothing 所以 他可以形成一个那种 perception 就是非理性的群体认知 这是我 我总结出来的 就是大家会对名校 形成一种清洁 好处是什么呢 当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 名校毕业确实好找工作 因为大家都是盲从的 对吧 我都是盲从的 哈佛就是厉害 实际上不是 哈佛很多专业毕业生的工资 非常的一般 非常一般 你只是看到那里边小部分人 而很有意思的是 近哈佛很多人都是美国收入 千分之一的批人 就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穷 他们就是寒热金要出来的 哈佛只是个妒忌 对吧 你像 华为老板的女儿 对吧 你觉得甚至哈佛帮了他呢 还是他去哪都能成功呢 现在出道当明星了 是不是 这个英国关系 有时候是很混乱的 所以我觉得家长要搞清 今天天赋有限 我们没法讲 只有我们会有单独的讲 讲大学和专业的关系 就哪个你应该看 这个因人而异啊 家长千万不要 被品牌给迷惑 你像你打来 就是买鞋子 想到Nike 对吧 想到Nike 你开好车 你就觉得 哎 法拉利保时捷 其实不是的 你觉得当年 当年大家都认为 沃尔沃是全世界最安全的车 实际上你要看参数 当年我买车的时候 看啊 他的数据 还不是一些日本车 碰撞 症状测状 这就是品牌 花这么多钱 每年那么多钱 给你洗脑的原因 包括哈佛 他们就让你形成一个 Connection 哈佛成功 法拉利 就是最牛的跑车 对吧 这个 就这种感觉 所以家长 我觉得一定要保持独立 因为这是我们人类 基金中的一个bug 你要非常理性的判断 你孩子中长期的目标是什么 你们家庭的教育目标是什么 你只有认清了这个 你在学校的时候 才不会被这种名字给牵着走 这是为什么 大家都在几个学校 很累 这些学校我承认 在某些专业 在大部分的专业 特别是人文类专业 社科类专业 这种腾效有得天涂物的条件 非常好 这种好其实源自于 人类对他的共同认知 而不是人类真的能力的培养 所以有些孩子 他有特殊技能的 不见得这些学校 对他发展都有帮助 所以今天这是 我给大家想表达的一个点 然后这个呢 就是你看啊 从80年代到最近2010年前后 这些学校对亚裔 上面的图截掉了 这是亚裔的录取数据 大家看看 基本上就是比较趋同 他们过去很离散 现在很趋同 然后大家看看这个 我们这几个 比较喜欢亚裔的学校 加州理工 MIT Stanford Berkeley 一会给大家一点互动的东西 咱们搞一个问答 看看家长对这些学校 能不能猜得透 大家猜猜这是哪个学校 48%的学生是亚裔 整个本科 而且这个学校 其实已经给你线索 这个学校人很少 只有900多个人 家长可以打一下 我看哪个家长比较厉害 能够猜对 在chat里边 好 猜对了一个两个 哇 家长好专业啊 五个六个气 好可以可以 家州理工 今天的家长超专业 我都蒙了 可以可以 感谢家长 非常专业 就是家州理工 这个学校 我在五六年前 我刚从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带了一帮孩子 我要去几十个高中生 我去带另外一个公司 我去参考 非常喜欢 我也去MIT 我更喜欢这个高中 因为这个高中呢 有一种社区的感觉 非常小 你看本科900多个人 就是很舒服 然后那个社区 就是跟我们介绍 是一个白人女孩 一个印度孩子 这两个人就是让你觉得 没有一点那种nerdy的气息 还有学霸的气息 但这个学校是最难录的 我们过去有家长是 那边校友 也没录上 孩子 就是这个学校是不看什么legacy 什么运文的 什么都不看 他就看你的硬质标 这个学校是培养科学家的 你对科学非常有兴趣 非常非常感兴趣 他是给科学领域 理论科学领域提供最优势的人才 但这个学校真的是非常漂亮 在Parsadena非常好的一个区号 喜欢科学类的 一定要去考虑这个学校 这个大家看看 这是哪个学校 大家可以打在 打在那个chat里边 他里边有53%的学生 选择了unty clear major 就不选专业 家长可能猜出来吗 我家长也是很专业 我觉得很多做这个独立顾问 都没那么厉害 正确答案是Stanford 这个学校Stanford 很神奇吧 我们过去有学生 还真是这么近的 但是千万家长不要模仿 家长不要认为就是 那我还打unty clear 还不是的 哈耶普斯 麻这种学校 专业不重要 你能进去就行 真正难度是进去学校门槛 你在里边爱学什么学什么 你是假如说你的文笔很好 school newspaper 你写小说 发表了 卖了几千份 whatever 你只要能进这个学校 你一定是专业随便挑 所以说有些大学是不看你 他不在乎你的专业 你的整体 profile 首先是整体比较强 然后这个强基础上 你要有一点非常突出 他要的是人才 是你在某一个领域的专长 这些学校不在乎专业 他和南加大和CMU和Burkery不一样 这些学校 我刚才提的这三个学校 专业很关键 你如果进来很强的专业 你进不去 差点也可以 像Stanford这种级别学校 你进程专业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什么 你能拿出最强的 举个力量 我YouTube推送一个 说世界上打水漂 打水漂最高纪录 吉尼斯保持记录 这样 一个水漂 一个石头打88个水漂 Stanford 哈佛就要类似这种人 你在某一个niche领域非常突出 前提是你各方都很强 SATGP leadership都很强 一定是这样 所以加上来记长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 而误导了选这个ambiclare 你的专业 你既然选了ambiclare 那代表你做的东西很多元 而你的整个profile 如果偏模像专业的话 我不建议这么选 恢复 适得其反 然后这个 大家看看 这个这是哪个学校 他们家也不少 但是呢 分的特别细 你看什么越南裔 菲律宾裔 日本裔 韩国裔 还有南亚裔 都会选出来 很神奇吧 对吧 家长想想 这位家长好厉害 三个都答对了 太厉害了 这家长我觉得 您是不是做独立顾问的 怎么这么厉害啊 对 这个学校是Berkeley Berkeley 非常非常强 这个学校 他很神样 Berkeley 他不告诉你 他有多少个亚裔 你去学校逛 我怎么查 他不告诉你多少亚裔 他说你自己加 我算一下 大概40左右 但是接下来几年会越来越少 接下来几年会越来越少 家长记着这个点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提过 UC的现在的校长 每个UC他有独立的 这个运营系统 他的校长有这么大权利 他要增加这个学校 underrepresented students body 还有first generation 他就是一个极左的校长 这个政治立场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是家长知道 如果你的目标是Berkeley 你要小心 你要准备要back up Berkeley是现在 目前UC最左的一个学校 他的亚裔要求非常苛刻 我们今天录的好多亚裔 实际上收入都不高 就是我们自己录的几个 还有我当时免费 帮家长选off的时候 我见了几个 都是家里边低收入的 是拿pen grant pen grant的话 是非常要求 你几乎是生活在贫困线 这个大家就不猜了 这个也是Berkeley的 你看他非常自豪的 在首页里边放的 我们18%的学生 是underrepresented 这边不合亚裔 然后29%是第一大大学生 然后再讲一下 我们今天我们在搜寻海范 我们讲亚裔 你看我们亚裔申请 我们叫内卷 内卷这个词叫involution 我觉得不够准确 我觉得对我们亚裔的 有个词叫cannibalization 同类相识 就这种感觉 你像我们就是困兽之斗 我们就是给的 那么狭狭的空间 像一个角度场一样 为什么 大家看这个图 亚裔 集中申请在stamp 有将近30%的比例 和别的族裔比的话 我们非常的突出 我们都集中 为什么呢 我总结了几个点 不知道家长认不认同 我们能来美国的家长 孩子基本上有机会来学 就是在大学方面 比较有建立的 做规划 做这些活动 基本上都是基础移民 个别投资移民 亲属移民的相对少 所以我认为这个 特别是北加州 我们大北营的地方 所以他们是属于 中国的一类人 他们不具有的 他们可代表现 就他们的智商非常高 他们学习能力很强 那个年代 能考上国内985的 或者能够出国的 意识很抽签 学习能力很强 很有耐力 对吧 因为那个时候 整体的话 你是不会接受到国外的 所以那位家长的话 他们认识能力很强 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很强 到三四十岁 我才拿到绿卡 整个career都奉献给美国 但他的孩子教育的时候 他一定选择最优入境 因为他已经胖过了 他会选一个投资货货率最高 最体现亚裔特点的 但是 这会产生一个误区啊 你们的孩子 是在美国长大 他们接受美国的文化 美国文化是以人为本 孩子自己的感受 他的生活的追求 不仅限于投资货货率 他不是一个算法 他更容易一些是 没法计算的那种 happy 对吧 你的joy 你的family 你怎么计算 在中国没有 因为我们的机会 我们资源很少 政府给的空间非常少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 去通过收入 来达到收入 一道层子之后 我们才所谓的自由 那美国不是 美国收入一般 你中产 你其实可以很自由 过得还不错 那再高的话 你可能需要多一点努力 所以你们的这个认知 这些家长的认知啊 和这孩子形成 一个天然的处处 孩子他没有经历过 你们的这个过程 他生活在美国 就已经衣食无忧 对吧 即使物质稍微弱一点 但他也不差 那代表车弱一点 对吧 那我电脑差一点 他正好能用 而且美国公共设施很多 所以他们没有那种 和家长会产生 很大的毛袋 这是我们接触 接触中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家长 和孩子很多毛袋 就你们认为自由路径 不是这客户想要的 你们的孩子 就是你们的客户 你们要问客户要什么 他有可能找一个 不那么自由的路径 但他喜欢路上的风景 因为我们总是在挤 但是我们忽略了 孩子本身的这个 能力和潜力 因为中国的教育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就认为 毅力可以占上一切 什么都是找借口 你这个身体不好 你足以不好 你出身不好 你的这个 什么各种destruction 我觉得两边 一定要诸和一下 所谓中中之道 不就是结合吗 就是诸心 这两边一个交流 那个点 就我既有东方的 这种隐忍和忍耐 我也有西方的这种策略 和科学 对吧 我觉得这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家长 一定要看 为什么会内绝 因为你们的想法 太巨同了 你们是同一类的竞争 而你们集中在一个专业 一个区域 你们怎么可能不累 大学招生官的话 他们一看 太像了 那我不能把名字录给你啊 我们学会别的专业啊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个 Berkeley的这个数据 他们新生里边 800多个人是学这个CS 700多个人学econ 再往下eE 再往下data science 学Business 这这里边 一半以上都是亚裔 他们你觉得 他们不会神秘疲劳吗 对吧 所以这就是道成问题 大家都想去伯克里 为什么伯克里性价比之王 很多人想说 我希望孩子去去Harvard 实际上他心里想的是伯克里 对吧 这个这个 雷加尼价格好 还能看着孩子 我理解 但是大家想一想 就说 因人而异 如果有的孩子 真的是naturally 非常gifted 就是有的孩子 是非常有这个CS天赋 他就是很喜欢你这 我们都要支持 但是呢 如果你的硬术没那么强 多准备几个备选 特别是UC现在非常做 他现在慢慢要渗透到 lateral science 文力学院的这个CS专业了 因为他觉得里边 压抑比率太高 他要加 因为他认为 如果给少数族裔这个机会 他们会变得高出 会改变 其实不对 他们真正解决问题 应该是把零到三岁 这块解决 因为研究表明 孩子教育对关系 零到三岁 家庭是否合选 父爱是否缺失 这些是孩子性格 形成的观念 但这边搞政府 他不懂啊 他们就知道 从大费里边分配 没有用 你如果看伯克里的数据 你会发现 他们的有色人种的 毕业率极低 和亚英的差百分之三十 六年毕业率 即使他们也不学CS 你去看加州理工 少数足以非常少 你说这是歧视吗 还是文化问题 对吧 这就是数据告诉你的 一个现实 和政客讲的不一样 但是没办法 我们要认识现实 这就是现实 你怎么办 我就让自己深重考虑 UC这么搞的话 一定要多加四里 给自己备选 不要心疼那个学费 你要看长期投资回报率 如果你学STAM的话 这回报率是挺高的 但还有句话 你的孩子不一定都适合 我觉得学点理工是好的 但是他可以学个结合的 不要多往一个地方塞 因为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 因为你仔细想想 你们太像了 你们可能都是清华 负担 交大 浙大 科大 华中这些校友 对不对 就是我听说家长长了 我对国内大学了解的 比国内都多 就是很有意思 因为你们太像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 公立私立 文理的录取片 我分析 很多家长可能第一次来 我简单给大家 花一分钟讲一讲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图 可以让你马上了解 美国大学 AVPLUS最精英的15所 录取率最低的15所 里边的哈耶普斯 其中最难 其实原来只有哈耶普 没有斯坦福 这哪边家长群 他说藤校 然后AVPLUS刚才提了二所 前30至前50 这是家长长的一个标准 然后前100 前100出了AVPLUS 就剩的是85所 然后文理学院 有223所 你基本上就看前40到50 就可以了 文理学院比较tricky 文理学院这个录取率 和排名不太成比例 就很有意思 文理学院 而且文理学院呢 面试文书非常重 因为他像高中一样小 他招生的呼吸 主观因素一样非常大 文理学院是个家里边 调点不错 孩子家长想做科研 想考医学院 法学院 这种 professional education的 因为文理学院最强就是本科教育 他们文理学院有个特点 还有私立 他们的四五年毕业率极高 STEM专业 因为他们的学术资源好 教的比较细 而伯克力大科 几百个人学的CS 不是全校自学吗 对吧 然后这个不同类型大学批号 我里边分一些简单的分类 篇幅有限 大家看看 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些不同类型大学 从左上往下面 哈耶普斯是一类的 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是一类的 他们都不一样 IV plus也不一样 就是这里边其实代表他们的录取率 他们我我之所以这么分离 他们录取率比较趋通 这样的话比较好判断 然后佐治亚理工呢 加上比较喜欢上还密歇根大学 外州的这些 就是很简单 分类码文力学院 然后目标不同 你付出的也不一样 当你想要这种非常稀缺的教育资源 咱先抛开品牌不说 如果你这样说 我还在家里从政 我需要这个品牌并书 被你讲那些我也懂 我看书比你多 对吧 行 那可以 那你要知道你还能够付出这么多 你还在里面需要是否这么突出 成绩 活动 能动性 还有体力 还有精神状态 你的孩子能不能从政家里 如果他不喜欢这个事 是在push的 或者是他要做的和你要求他做的完全是反的 他每天活得很累 很凝巴 而且疫情期间天然对着电脑 你觉得他看着别的族裔的孩子那么happy 天天在外玩 你天天压抑他 他会高兴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接触孩子 能进的大同当 家里的关系非常和谐 父母就像一个教练一样 只提供建议 孩子自己去发挥抢账 非常好的 非常encouraging 而且父母还在沟通像大人一样 孩子非常成熟 这不排除孩子本身天不很高 因为智商真的是不一样 但是呢 能进美国好大学 他只代表ACT别的话 都可以通过别的地方来弥补 Leadership要很高的情商 对吧 和老师的关系非常高的情商 你对这个形式的判断 对资源掌握 这个叫设商 这是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social intelligence 然后如何申请才能对待和录取率 从上往下漏 GP符合要求的特别特别多 哪个学校美国三万多个高中 哪个学校没几个全面4.0了 对不对 然后呢 ACT ACT在短时间内 甚至未来几十年不会取消的一个根本原因 来对冲GPA的inflation 现在我们物价高对吧 房价高GPA一样 学校为了录取 他都会给些EZA 大部分学校会这样 所以他会造成水分比较大 标划考试 全国统一的考试 有很很很大作用 可以减少里边水分 这个策略之后呢 基本上你是可以进前50了 然后课外活动 你就得看你做的深度和中间的关联性 能能能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呢 个性就是你的essay 还有你整个这活动的设计的选择 能体现你是什么样的主题 给大家看一下直观的 因为之前我也有吃的啊 家长就说这个有点有点烦了 特别男家长啊 这个不太不太理解 我换一换 我觉得申请材料 我们讲的申请材料 不光是文书啊 你的整个四年的简历 你的成绩啊 你的resume啊 你的活动经历 你的培序 你的推荐信 你的文书 所有东西 大概几个只 呈现你 刚才来看视频里边 那里边 呃 他实际上是一个画像 他们在读的过程 他们在脑子里边画像 你是什么样的人 Kevin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吧 Tim你是什么样的人 呃 这个要强调设计 规划就是一个设计的过程 你在建造房子 你是个工程师 你是一个建筑师 你要开始构造 你要考虑局部和整体的协调 你要考虑采光 你要考虑走水走电 这些反映到高中规划 你的GPA的时间管理 对吧 还有你的预算 家里边多少钱 我能够给你服装的补习班 我是跟你服装对一的 还是服课 这都不一样 还有我的孩子 哎呀 第一次考的PST 考的比较低 怎么办 赶紧找专家评估一下 他适合考ACD还是ACD 还是我们就放弃 只剩那种test option 因为我们家孩子有考试焦虑 Test anxiety 或者我孩子ADHD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教育是个非常个性化的东西 这也就为什么 很多人都认为地址教育专家 我告诉你没有专家 每个孩子不一样 我们做的只是提供一点见解 给家长更多的选择 因为教育非常非常个性化 和财务规划和报税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孩子还真很神 就是他会有一个独立的天赋 不一样 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机会 去刺激去激发家长 和外界的这个观察 一体化的话 只会压抑这个人才 而且这个人会变 他的财务不一样 和税法不一样 他不变 人会变 不同阶段会变化 很神奇 然后局部和整体 自然和解 给大家看几个照片 家长请看一下 这个照片是什么问题 大家看这个图片 当赵生官看到一份材料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家长 参与过多的这个申请材料 颜色很乱 你看又紫又黄 然后呢 这种家具没有协调性 那餐厨是一类 这个这个 那个橱柜又是一类 然后呢 电视 还有这个藤椅 你看到这个大杂会 我今天听这个说 好像这个AMC可以考 我今天明天说 做那个义工 后天我又去那COSMA 就是很乱 然后呢 我又听说做义工 我又去那个什么音乐 就是 周生官在看你的时候 他找不到重点 就是你可以很多元 你可以非常有个性 但是看不到中间的关键度 不协调 你知道吗 大家看看这个 这就是能进大藤校的 学生一个特点 这个房子的装修呢 最重要的一点 是突出他的自然的地方 他真正牛的是那个井 无敌海井 我现在不知道 他应该是海井吗 西洋的海井 你看这个房子设计一个点 就是一个窗口 尽量展现它的长处 不去过多的 去雕琢这房子本身的结构 因为这个房子 最大的井是外面 不是里边 就像我们在对待一些非常强的孩子一样 我曾经过核牛日理论 核牛最好的空性方法呢 是烧烤 就是好的食材 你不要乱来 瞎指挥 只会影响这个整个的视觉效果 因为这个孩子如果真是天赋一柄 竞赛型 领导力型 写作型 有思想型 不管哪一类型 你一定要呈现这个 你整个profile是呈现这个点 而不是呈现你所谓的装修技能 好的设计师 是会留白 给那些真正有空间的东西 对吧 然后再看这个 这个呢就是土豪类申请 花钱砸出来的 在学校里边一个活都没有 外面各种各种的报官 呃 全是花钱的看 招生官大部分都工资比较低啊 他们一般都是学学文科的 修饰比较低 他们一般都是CISN脑子有的啊 就是工资很低 你觉得他们看着爽的 就是对 你装修是整体协调性不错 找了高档设计师 但是这个浓浓的土豪气息 除了喜欢钱的学校 有些啊 有些美国大学非常喜欢钱多囊 这我不可厚非 不可厚非 很多美国私立大学 排名还不错 非常喜欢有钱人 真的 所以这个是KTR 但是有一些大学不喜欢 大同校不喜欢 因为他不带不钱 你带有钱 没有他有钱 对吧 他们都有钱 所以他们就觉得太多人工的痕迹 你看这个房子整理弄起来 采光一般 到处就显得你土豪气 你家有钱 各种什么什么 各种体育各种运动 然后没有公益 没有社会公益 我们经常叫做profile 呃就是blackable 让人觉得blackable 而且有的孩子 写的太gressive 呃之前网上有分享过 就是你一看 你就想揍这个小孩 你知道吗 就觉得他说 哎呀你看这边都傻 我就这么牛 我就我我就咪咪咪咪 老这种 就是你是在文书里边 要适当的呃吹一下自己 但是这就叫情商了 你怎么说这个语言 能够让人觉得舒服 这是什么关键 然后最后看一个啊 咱们误识点啊 这是大多数 像是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很普通啊 我觉得这是代表了 我们大部分的申请人啊 我们就是大部分是中产 对吧 不管是top tier中产 还是low tier中产 你你大部分就是住 这种这么大小的房子对吧 呃采光还可以 然后呢外面景色一般 这是常态 这是学生里边常态 我们不是说只观着美丽 好的学生或者等等 你知道 我觉得大部分家长 是需要王老师这批家长 就是我我普通 我的八字有限 我学生天赋 没那么突出怎么办 协调性 你的整体 你的四年的规划设计 你的成绩 浑然一体 你的色调 对吧 你虽然房子不大 但你看着很舒服 注意点很舒服 你看 人家有狗都那么协调 这个颜色都这么大 我觉得这就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 我觉得这个特别代表 我们的申请材料 就是当他拿到你的材料的时候 他在脑子里边画像 他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整体协调 是不是很自然 然后这个呢 就是申请规划里边 Riding Senior 今天重点讲Riding Senior 因为他们最着急 呃绿色就是说 可变的你C年就这么几个点 可以调整啊 做一些进 可以做一些加分 做一些努力 红色这两个 最红色的啊 就是比较tricky ACDCT 我们不确定 你们能考多高 如果这孩子分数挺低的啊 我们评估一下 要不然呢 给你换一个ACT 要不然呢 就是说 你就可以选择一些 不考ACT的学校 这个呢 我觉得具体上 我们老师评估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暑假班 呃 一会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一个短的班 周末班 这样会精神大家时间 不耽误你们做Summer Camp 然后GPA呢 比较tricky 12年级其实没太多不就了 为什么铺的黄色 呃 12年级的孩子 你要保证成绩稳定 这学期 11年下半年 上级上半年很好 但是已经是很难扭转 但如果你能保值 比之前成绩调很多 也是加分的 因为成绩的这个上升趋势很关键 然后这些就没法变了 你像Financial Aid的 你上级级如果没有做财务规划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还有GIFT HIGHTS已经too late了 11年级呢 都是黑色 为什么啊 这个家长 因为时间身内有限 家长可以具体咨询艾尔老师 11年级的不上不下 因为目标如果不是 前二十前十的学生和家长呢 11年级其实可操作空间很大 但如果您的目标是前二十前十 如果九年级十年级几乎没做 或者做的非常明显失误的活动 我觉得就选 就没有什么可操作空间了 我们也会非常真诚的告诉你 就是你的目标 和你十年级关联都很大 九十年级不一样 你八升九啊 九升十啊 那完全一张白纸 不管你是目标 都是有操作空间的 都是绿的 都是绿的 都是变量 然后最后呢 这个家长可以去我们的官网 inlightings.com 去结这个 这个图高清图 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所有的一个总结 这个盘子呢 以前我经常各种 各种场合里边拿出来讲 我们别的顾问也讲 家长可以拿它当一个罗盘啊 就像指南针一样 这就各项指标 脸色越绿 呃 升学越重要 越红 和你越没关系 你操纵不了 黄色属于中间 这个呢 给你形成一个意识 你在给孩子安排活动的时候 不管你有没有顾问 你会有意思的去强调这些点 应该把经济等于去分配 因为这是一个变 动态的过程 孩子的状态啊 然后最后给大家总结一点 因为我我讲座有个特点啊 回信量比较大 然后语速也比较快 呃 因为我总想是大家时间也是有限了 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些简单的 这这这句话 希望大家可以呃 共勉啊 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分享 也也也称不上什么经验这谈 呃 知己知彼 扬长臂短 不管你是升学 还是任何人生任何一阶段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的总结 然后审视夺视 关注新闻 让孩子应养成看新闻的习惯 左派右派都看 了解一下政治趋势 你就知道 这对你的选项是有帮助的 对你孩子职业的选择也有帮助 一定要花钱买付费的媒体 或者去本地图书馆去借 都是免费的 图书馆有很多免费的杂志可以借 都可以 养成阅读习惯 让他们隔离电脑 家长和一块读啊 对吧 你大不了看中文的嘛 然后这样的话会会让你们能够和我们一样 保持信息的通畅 了解最新美国大学招生办 还有他这个政府政策和政治风向 非常关键 这对我们对孩子安排schoolist和选专业有非常明显的帮助 虽然是宏观的 但是非常有指导意义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马上要举办的这个summer bootcamp 我们为了不和大家的summer活动像冲突 我们设计了一个周末班 然后呢 两位老师呢 都是十年以上的经验 都是美国长大的ABC 他们教科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会让孩子觉得不枯燥 因为毕竟很多孩子不愿意上课 放假了 他觉得想玩 这两个孩子在美国长大 他们完全了解 亚裔孩子在家庭中这种 和父母的这种关系 他们讲话还是很好玩 然后呢 是周末班 家长可以抱一抱一抱 ACD和ACD 适合早期的 因为你可能不了解 我觉得提前测一测 看看在什么程度 如果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扫这把二马 联系我们的Lindsay老师 然后他的话会给你具体的回答 然后呢 我们讲座会在每个周有个主题 会去过一些互动性比较强 因为我们之前冬天举办过一期 人数还是比挺多的 家长行为也不错 所以我们是希望增加互动性 因为网课还是挺纠结的 我们是希望把你们请到我们办公室 但疫情看目前的话 应该是8月份以后 可能摘口罩 7月4号不请 我们边走边看 如果真的是完全没有疫情了 我们也不排除开线下 但目前呢 我们是打算线上 因为目前的趋势的话 暑假期之前应该不会完全正常 我们也是考虑 健康的考虑 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已经打完疫苗了 好的 非常感谢 Ben老师今天干货满满的分享 那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需要有更多的咨询 或者是报名我们暑期的SAT ACT课程 那可以联系我 或者是Lindsay老师 如果有家长想要加入到 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当中呢 也欢迎您扫描这个 我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来邀请您进入到群当中 或者是有家长需要咨询 我们其他服务的 那欢迎致电 或者是email也可以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那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不见不散